炸彈 炸彈 而且是大的炸彈 頂炸彈 頂炸彈 他這裡的確也是很難得到一些支付啦 就是有價值 可是又不夠大 然後要不拉幅 又覺得如果被推回來會有點可惜 可是他牌又有成長空間 對 那如果像在這階段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Check啦 因為我會想要便宜的買 因為畢竟這疊牌對他自己也不利 那如果發給Check的話 他也許會贏一下這個底次 那發雙頭順他也都蠻好處理 可是如果這邊BAT遭遇一些反抗 其實會非常煩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像樣這裡的牌也不是很支持他 去做一個大的反抗 那面對一個47.5千的下注 他可能還是會選擇跟注 甚至有可能會被打氣 會被O-in 你覺得他會O-in嗎 不太好說 對 他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玩家 他現在得看他自己判斷是否大 他選擇跟注 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我們目前屏幕上 顯示好像是這個board是有點錯誤 對 這裡是一個秒蓋 他這裡不是頂對K 好像是買到了納茲花 因為我看到board上的那張K應該是一張方片K 方片K嗎 所以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對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對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那如果是張強呢 對AQ是非常強的 可是記得我們剛剛在前面看到有沒有 Jungleman在遇到類似這個狀況 他直接把他的Pocket Queens直接蓋掉 對 桌上我們聽到有一個玩家說他蓋了石溝兩黑桃 石溝兩黑桃 王君應該是王君他蓋了石溝 他蓋了石溝 好又多了 四張奧子 順子 GG 我們的XT 沒辦法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你還可以啊 這個神經兵啦 AV怎麼CALL 我石溝兩黑桃 我石溝可以CALL 可以CALL 那輸掉了 對我知道AV不可以CALL 石溝嘛 在這裡也能CALL 沒所謂的 沒所謂的 這裡又是一首打光的 石溝銅色跟AK雜色 你看他 女 你怕他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怎麼辦 偶咯 偶咯 丟牌咯 偶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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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石溝隊SK 各自都有發展 敵兩隊和TPTK 依然是誤誤開 對可以買Q買AS買K 對 很近 最適合 你覺得我的敵位很痛嗎 QNN都沒中 他連絕穩沒有CV 直接贏了 捉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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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兩... 我們的剖腹拿到了一個S-King 我覺得他會直接O-In 雖然是泡泡起劍 也不是不可以,選擇O-In 直接O-In沒煩惱,問題對比別的吧 100個...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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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拿83個... 前輪柱直接Call咧 是誰Call啦? Huston嗎? 對,我們的Hollyport 怎麼這麼突然啊? 他剛剛QQ不推現在去跟... 這個... S-Jack 而且... 因為他是... 防備... 防備... 防備那個... 就是被剝削 完全無視SM壓力喔 就說明... X-Jack我覺得Call有點太多了吧 83個... 底柱 83個底柱 Huston只有...自己只有20幾個而已啦 他好像不到100萬 83... 對... 40... 那現在... 83萬... 22個... 22個底柱,44個大忙 對 44個Anti 44個Anti AK AGO 我觉得A勾在短牌有点小了 像是之前澳门的豪克赛 就是鲤鱼在泡沫期间 call了一个160万港币的一个BVB嘛 他是A9 他是A9 然后对手是勾差勾嗨 但被bad beat了 只有两张勾的奥斯 还有8的chup AK还获胜GG 好我们的哈森哈利波特 变成了我们这场比赛的泡泡男孩 在这个位置他只有 一百万也就是正正好好五十个前柱 二十五个底柱 是一手可以squeeze的牌 但是我们已经上地视角看到了后卫 有一手主导他的牌正在蹲着 看他这里会不会 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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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是很遗憾 他撞到了一手支配他的 好我们的第一门 撞到了牌 那第一门 也是在同一个位置啦 C0位对上了第二位 第一门算是我们之前的天选之子 对 那看上次一个1out都跑出来了 这一次3out会不会也跑出来呢 讲不好阿 然后我们会召唤一人的牌子 对 你们找我来玩阿 QJ9 不 QJ8 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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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p是A9 Go 我们来看转牌会来一张 8或者是 8或者是Q 一张8一张圈 那这样子的话 多了两张9可以chop 对 2张9 3张10 一共5张牌的出入 一共5张牌的出入 没有击中 GG 那这里我们也恭喜 我们来自中国香港的DAMTOWN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9名 那这里可能是要做一个squeeze 然后做一个挤压的下注 直接是选择all in 在这个球马 可以看到第二位是拿到了一手KK 那王俊在这里是不会弃牌的 那他在这里呢会考虑是平扣呢 还是打个all in 那他选择全压 打了247万的all in 那这里UTG是直接一个简单的气牌 那只王的非常不喜欢在这里看到一对K 对 他的击中是没有KK大 而且他的顺子买牌也是被对手隔离掉了上圣 那么现在只能期望 他现在只能期望FLOB能拉出来19 中间位置的牌 对他的赢率是好一点 对他的赢率是好一点 哇哦 很棒的翻牌 那这个翻牌给了Jwanda三条钩 这是你先王俊 对三条的击中 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那在这个场地是韩国冀州岛的蓝鼎娱乐场 冀州神话世界 欢迎回来 下面由我和大亨继续为大家带来 2019传奇扑克 Super High Roller超高额 买入豪客赛 第五场赛事 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事 目前已经来到Final Table 啊并没有 来到最后两桌 last two 就是Final Table的Bubble已经打了两三个小时 还是没有打出来 对目前自从第九名被淘汰之后 剩下的八名玩家已经打了超过两个级别 惨斗了非常久 那我们家盲罪来到了四万八万 我们的短牌赛事不同于我们的普通德州扑克长牌赛事 我们的短牌赛事不同于我们的普通德州扑克长牌赛事 是没有大毛和小毛的 是每位玩家负一个前注 而庄位玩家负两个前注 行动人是由庄位的下手位 也就是枪口位玩家 开始行动 庄位是一个 close action的封锁位置 那我们的普通德州扑克长牌赛事 这边是有一个大概 二十五个 二十六个 抵住 选择了一个Lim 好我们可以看到 Jawanda在这里 拿到了一队六 也选择跟住 我相信如果PoFu这边有一队勾以上 应该就会直接O1 对 在这个阶段一队勾是top range 一队勾是 一队勾是 在这个flop是Nuts 那我们的PoDoski 中了一个 三条勾 对 那这里破发是一定会在 呃 之后有所支付 被淹 被淹掉了 那现在都是PoDoski 在Button 会选择GG check吗 其实有机会继续check的 他想要在River 赢对手的bluff 好 这里在庄位的PoDoski 是非常聪明的 用他的勾葫芦 连去过牌 两条街 完美的隐藏了他的牌力 那PoFu这边要来做一个 偷机 试着拿下这个底子 在这里他的最后一条街是蹲到了前之位 马来西亚玩家的一个偷机 对 这也是他这手牌能拿到的最大value了 对啊 是不是8万 8万 8万 哈 8万 他很幼稚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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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ut 转10 哦 那是我认识的 这个 这个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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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看到 霍发在UTG又拿到了一手非常棒的 翻后手牌 狗屎杂色 选择在UTG 跟住8万 那这里的话 在装位是可以完全利用这手A圈不同色做一个挤压 他选择挤压到38万 给了Pogoski一个30万对88万的一个赔率 在 他后手是有点少 可是我觉得King Queen也是不太容易就这样盖掉 对 算是在短牌面一个非常好的起手牌 对 所以他在检查了对手的后手球马之后 选择了跟住 对 哇 中了顶两队了 在这种状况中了顶两队 基本上 应该会觉得自己大了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单挑底尺 是的 并且对手的后手筹马 呃 迪迟持持住比是 不够太深 那么这手 这手是可以在前两条阶跟对手选择一个打光 那我觉得如果王军选择一个下注的话 Protosky很有可能就直接O in 那我觉得王军蛮有可能会check 因为他的牌其实是有一些开牌价值 而且还有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王军 是可以check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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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会直接O in 嗯 未必 啊 选择了直接O in 啊 选择了直接O in 因为他在没位置的状况之下 如果真的选择check call 呃 如果tun掉一张 勾或掉一张S 其实 对他来说都 不是很愿意看到 不太好打 因为他没位置嘛 所以我觉得 直接O in 也还不错 他不想在 慢打的情况下 看到tun上的任何一张Ace Go 以及9 对啊 他都蛮不想看到的 对 而且 就没位置的状况之下 有没有被Buff自己都不知道 对 还有对手的后手球马是 其实不多了 那这王军应该就只能盖牌了 他的A screen面对对手的O in Value range是 非常的落后的 所以哪怕是面对对手的 偷击的一些范围 那对手也有可能是 凭借一张勾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 偷击动作 就可能死勾 或者是勾 勾圈 K勾 对 就是 因为这个面上 他的 赢他A圈的组合实在太多了 而且里面死前也很多了 对 他蛮有可能一队带 嘛 双头顺也会可能 可以给他check a race away 对 那 可是王军他只有第二大队的AQ 其实蛮难去抵抗 对 因为他的AQ即使面对对手 仅有一张勾的Range 他的赢面也不是说很可观 对 并没有拿到一个绝对压制 对 所以他面对对手的SoloRange 是处于一个 基本上处于一个三七开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也要 而且他也 他也在LIMP扣一个三十八万 甚至一个蛮大的一个下注 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有太下面的一些 比较不好的统花脸牌 对 没有手机 好多个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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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镜头换来我们的红桌 是我们的杨公子遇到了 遇到了Button的Pucky Queens YKIA Pucky 10 两个人后手都是非常多 都有这个330万340万 对 有意思的这一把 这手 这手牌 我们的RangeMove 是 RangeMove是拿到了一手超队 今天买两头胜 面对了对手的中set 但这手牌 他们应该会打的稍微比较谨慎 因为在这个盲住阶段 在这个牌面上 他的中set 并不是很想在前置的几条街 跟对手打一个非常大的抵持 YKIA 是选择了当背 对 在前面位置跳出来零打 打的还不轻 差不多是一半 一半多 打了一个差不多60%的尺寸 看一下这里 这个QQ盖是不会盖 只是在想说 又不要试着加住 把对手打盖 对 这里如果一旦 选择加住的话 很有可能 那有可能是打光了 这个 O 选择直接OE 那 YKIA 中间的这个三条 其实有点尴尬 因为他的QQ 其实挡掉了一些QK的一些范围 那如果对手这边是只有两对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 其实在这个面上 应该两位玩家都有一个 比较默契的 就是认知 就是 双方我们现在应该都拿到了一首 可以支持打光的一首 高拳翼牌 就是看对手 在这里是不是选择 会跟你做一个 做一个对撞 因为他们的后手 相对于这场比赛 其他的玩家来说 也是过于深 如果这场比赛他们选择对抗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赢下这个底持的玩家 哦 他选择抗 选择抗了 那可以 那这场比赛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底持就出现了 有可能 那么这个底持的赢家 很有可能 就能在我们的Final Table里面 拿到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是极有可能 角逐最后的冠军的 那我们的Wrecking Mode 他的这个牌 还有双头瞬 还有两张Q 其他的胜率也是挺高的 还多了一个后门 哇 哇 哇 目前现在 对 现在是几乎一个接近四六开 谁都不好说 谁都不好说 这是一个稍有一点点倾向性的翻硬币 哇 直接中瞬 哇 双头瞬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们的Wrecking 只剩下 十万的筹码了 对 只剩下一个砥柱多一点 结果另外一桌也all in 了 我们的王军跟我们的JungJung 啊 同时在这手牌发生的 那我赢你两次 这次让你赢了 没有你赢了我真的感觉不对的 哈哈 他们也是互相的 他的 毒奶 非常的谦让 哇 你看 三一把 我是 K10 同 K10 同 我刚才 我看TURN 好 一个Q 剩四张十 剩四张十而已 好 我们的王军 我觉得他赢了一把 哈哈 还不死不掉 那目前我们的JungJuwanda 也是成功 也是被A圈干掉之后 成为短缸 成为短缸 目前他们没损失一个地区 损失的权益是非常大的 他们目前场上的筹码价值差不多是与他们手中的奖金差不多 价值 145万5千 那我又有300万打了吗差不多 有 你要多少你啊 我没了160 数几把就百多了要打错一把 还给你了王老师我赢你两把 谢谢谢谢 赢我一把 谢谢谢谢 公平了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Jawanda也是非常的轻松 他现在是只剩下42万5千的积分牌拥有11个前柱 那么Jawanda跟我们的Waking一样现在都是短马 对 我不知道他现在知不知道在另外一桌的情形 如果知道的话他可能会选择稍微狗一狗 对 对 对 一个Pay John其实差蛮多的 对 目前场上还剩下8位玩家 每位玩家都可以拿到至少200多万港币的奖金 我们这场比赛是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事 81首买入奖持超过8千万 目前还剩下最后的8名玩家 选择Olin 选择Olin 那这里是秒call的 K9 因为只有大概5个底柱左右而已 对 5个底柱 11个前柱 对 在开排前 开排前 开排前 这个2-over-car感觉好像蛮容易中的 在开排前 Farkoski已经是准备支付了 Farkoski已经是准备支付了 哎呀 很惨啊 现在 胜率还是55开 因为66实在太低了 对 如果发个 发个8的话 就被跌掉了 太容易 哦 这样就 这样就赢了 所以 不能在没有决定的时候 直接开始配送 筹码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YK用不管怎么样 应该是 要被带走了 好 好 瞬间我们掉了 2名玩家 我们看到 本场比赛也是表现非常亮眼 最后遭遇一手cooler被淘汰的 YK用 YK用 所以YK用是第几名 第8名 倒在本场比赛的第8名 那 John John的 是Dob Bob 对 好 那在桌上 即使他被淘汰之后 还有他的父亲 Richard Young 对 好可惜 他的那个 实时理先 对 可以看到 在他被淘汰的时候 Richard Young 也是 默默的用余光 看了看下注的对手 不知道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中 做出一些激进的反抗 来针对对手 剥削 那现在应该是要稍微整理一下筹码 准备要并桌到Final Table 对 好 终于我们本场比赛 将会进行到一个七人桌的Final Table 我们的筹码领先者是 我们的 Rick Moon 拿到了刚刚那首 酷了碰撞的胜利 拥有185个前注 积分牌是740亿万 本场比赛我们的冠军奖金是有2200万港币 并且在吉祥岛这里的比赛是不抽税的 所以 无论哪位玩家能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奖励 2200万都是一分不少的打到你的账户里 那我们就稍四休息 等一下带 回来 为大家解说精彩的Final Table 17 28个 28个抵柱 那波多斯基有一个X Queen 其实X Queen 对到UTG第一个玩家位置的All-in 这个其实蛮难跟的 对 50多个前注 有点多 并且对手没有记牌率 但是这一手牌是非常强的 对AQ是非常强的 可是记得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有一个 Jungleman 在遇到类似这个状况 他直接把 他的Pocket Queen直接盖掉 对 我十勾两个黑桃 我妈 我去往他赚了 我这个位置 你没有扣我就扣了 真的 好桌上我能听到有一个玩家说 他盖了十勾两黑桃 十勾两黑桃 王军 应该是王军 他盖了十勾 好 又多了 四张奥 奥 孙子 GG 我们的XT 一张K 一张K 没办法 没办法 你也是 没办法 这个神经兵 AQ怎么扣 我十勾两个黑桃 我都扣一扣 可以扣 都输掉了 对我知道 AQ不可以扣 十勾 我这里也能扣 我说完 我说完 这里又是一首打光的 十勾同色跟AK杂色 如果你和SK 中然被关猎了 你不想按梁 下继续 根本能不被关聚了 你怎么猎了 人这很豪了 少安 有错 在 eles 我จะ走 那些记性 這邊的杂貌 SK 一位杂贴 上好 BK 如果你不急 買Q,買S,買K 哇,直接贏了Join Dad 我們的決生Quint 那我們這裡的 要是也被淘汰 我們可以看到在短時間內 連續兩手牌 甚至跟你說是同時發生的 對 同時發生的一手牌 是淘汰了兩位玩家 我們的坡復拿到了一個S-King 我覺得他會直接O-In 雖然是泡泡旗艦 也不是不可以 選擇All-In 直接All-In沒煩惱 問題丟給別的吧 100個 這裡是 那83個 顯示柱直接Call 是誰Call 哈斯特嗎 對,我們的哈利波特 怎麼這麼突然啊 他剛剛QQ不推 現在去跟 這個 S-Jack 而且 他是 防備 防備 防備那個 就是被剝削 那這裡居然是 完全無視ICM壓力 就說明 S-Jack 我覺得Call 有點太多了吧 83個 抵住 83個 抵住 哈斯特呢 自己只有20幾個而已啦 他好像不到100萬 83 呃 對 那現在 83萬 22個 22個抵住 44個大忙 對 44個Anti 44個Anti A-K A-Go 我覺得這個A-Go A-Go A-Go 有這麼 好跟嗎 我是 我是一定 蓋掉的 這個沒有 其實是在 在Range裡面 A-Go還是領先呢 因為畢竟他是在最後一個位置 我知道 問題是現在是 泡泡期間嘛 所以A-Go 他是考慮到 就是ICM的話 你可以考慮不跟 但是 如果他想 他想要拿冠軍 他想要衝冠軍 這裡得跟 我覺得A-Go 短牌有點小啦 像是之前 像是之前澳門的豪克賽 就是 鯉魚 在泡沫期間 call了一個 160萬港幣的一個 就是 BVB 他是A-9 他是A-9 然後對手是 勾差 勾嗨 但被Bad B的 對啊 只有兩張勾的奧 還有8的Champ A-K High 獲勝 Harson GG 我們的Harson Harri-Porter 變成了我們這一場比賽的 泡泡男孩 在這個位置 他只有 一百萬 也就是 正正好好 五十個前柱 二十五個底柱 是一手 可以 Squizz的牌 但是我們已經 上地視角看到了 後衛 有一手 主導他的牌 正在蹲著 看他這裡會不會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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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 很遺憾 他撞到了一手 他的 好 我們的Diven 撞到了牌 那 Diven 也是在同一個位置 CO位對上了第二位 Diven 算是我們的 之前的天選之子 對 那看上次一個 One Out都跑出來了 這一次 三 Out 會不會 也跑出來呢 講不好啊 And then we're gonna be cheering for each other's car Yeah 你找我 你找我 Queen Jack 9 No No Queen Jack 8 Oh yeah More fun right 789's fine Something choppy Queen Jack 8 Flopper是 A-9 UFO UFO 我們來看轉排會來一張 兩位都沒有 8 或者是 對 兩位都沒有買滑的 8 或者是Q 一張8 一張圈 會 那這樣子的話 多了兩張9 可以 CHOP 對 兩張9 三張10 一共五張牌的出路 沒有擊中 GG 那這裡我們也恭喜 我們來自中國香港的DAMTOWN 是拿到了 本場比賽的第9名 其實DAMTOWN 其實DAMTOWN 算是收益不錯嗎 第一場拿 在這種 你在思考的時候 對方 盯著你看 你會 緊張嗎 我覺得有時候會 其實 對 如果自己是在投機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在我剛打牌一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參加 因為台灣那時候有贊助 APPT的四萬塊港幣的買入 然後我獲得台灣的贊助 去打一個四萬塊港幣的比賽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桌上有那個 Joe Hushin 那時候2005的世界WHOB冠軍 然後就桌上有幾個厲害的玩家 然後就有一把牌我好像在偷機吧 然後他就盯著我看 然後記得我那時候戴著耳機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敲耳機 然後耳機就戴到眼睛上面 就彈到自己眼睛 後來被扣了嗎 後來就被O-In啊 然後我就蓋牌 就覺得好丟臉 2009年 那被人家看出嗎 打牌的第一年 真的是超緊張 然後就 無所適從 你知道 感覺好像 被那種 感覺好像全裸被人家盯著看的感覺 對 那這邊Rakimov他選擇下座買POP 150萬 他到了150萬 對啊 這邊呢 Jason Kun現在要 進入深深的思考了 因為這邊照理說是一個應該要抵抗的一個範圍 可是 相對的柱馬其實蠻大 而且連續下了三個BED 那Jason Kun這邊 我覺得他有可能 這個柱馬真的有點太大 應該還是有可能會蓋掉 然後他這個柱有一點好事 就是讓對方不會想要 all in bluff他 對啊 因為你看他 就像我剛剛有跟觀眾聊到 Ruiven打得很大 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有Nuts的Range 你這樣子做的話 對手根本沒有Nuts 也不敢推你啊 對 你這時候對手就算有AA 都只是敢用梗 那如果這邊Rakamov他下注 只有70萬籌碼的話 那這邊Jason Kun有可能會做一個 FUNNY PLAY 跟了跟了 他選擇跟住 拿到了非常大的價值 150萬 所以其實像Jason Kun 我發現像這種職業的玩家 他們 就是 該抵抗還是會抵抗啦 對像那個 像Jonda 剛剛被嚇一個很大的組 好 大家好 歡迎回來 這裡是傳奇撲克2019年 季州站 Super High Roller超高額買入豪客賽 我們的舉辦地點是在韓國季州島 神話世界度假村 藍頂娛樂場 今天為大家帶來解說的是 賽事舞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 FINAL TABLE 目前場上還剩下7位玩家 今晚繼續由我和來自包到台灣的大亨 為大家帶來賽事解說 81手買入 剩下最後的7名玩家 目前獎金大概是300萬左右 FI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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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 FIRCAT FIRCAT 講話蠻可愛的 他這個名字是哪個國家人呢? 一會兒國旗出來就知道了 一會兒國旗出來就知道了 會有更好玩的 我想因為每個都在 所以幸運很少在這裡 比普遍的國旗 但其他方面我們玩還是很深 如果我們玩玩而已 所以我們會玩的時候 一個人贏遊戲 而我們不能停開始 可能會有使用很久 可能10-15hr 如果我们不停的话,我们会比较早上 你不比较多远的这些人更多, 会比较账的监管 你认为那是一个伤害? 会比较多多,会比较多多? 你不见过那种反应吗?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 Tradon系统,没有人会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都比较新的 所以没有人有任何利益 好的,我们会让你把这些组织放进去 我们看见你玩 谢谢 谢谢 好,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对场上的Chip Lead 进行了一段简短的采访 当谭吉他坐拥现在这么多筹码的时候 他表现得非常谦虚 说在刚刚跟我们的小杨 进行了一手高强度的对抗之后 他比较幸运 以一个40%的胜率赢下了这手四六开 如果合牌没有来到他的手牌的话 那么他将被淘汰出局 那么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的顶级高手玩家 对于比赛中的运气波动是看得非常的平淡 并且谈到这场比赛会打多久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我们今天是要分出一个胜负 那么如果他们打的节奏比较快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单挑的阶段 但如果每个人都打的比较保守的话 有可能我们会在这里为大家播到天亮 对可以看赛事安排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 并且他提到对于这张桌子上的其他人来说 短牌都是一个新兴的游戏 所以他们每个人在这张桌子上都没有太大的优势 相对于其他玩家 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奖励表 我们的冠军是可以拿到2230万港币 我们的亚军是可以拿到1590万的港币 第三名是1044万 所以说前三名都可以拿到超过1000万的港币 下一名淘汰的第七名玩家将会拿到370万 第六名是470万 第五名是610万 第四名是790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money jump是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冠亚军之间 money jump几乎来到了600万港币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摆放完筹码之后 应该会对final table的玩家进行一个拍照留言 这场比赛一共吸引了81手买入 目前还剩下7名玩家 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短牌扑克的规则 相较于普通的德州扑克长牌而言 短牌是在一张牌一副牌52张牌中抽取2到5 剔除在外所以整副牌一共只有36张牌 AX可以当作5来使用 所以AX6789也是顺子 并且由于出现概率的问题 比铜花是比葫芦要大 这点是区别于普通的长牌扑克 其实在短牌游戏里面的三条的 拿到三条几率其实是比顺子的几率还是稍微难一点点 可能因为其实蛮趋劲的 可是如果这个游戏让三条比顺子大的话 其实会变得 Cue action 对会Cue action 所以还是只有改变大小 只有让铜花变得比葫芦大 对对对 因为三条和顺子其实在盘算7张牌的组合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三条是略少一点 但是顺子因为它的隐蔽性的关系 以及三条一旦出现了 弓面有弓队 那么大家都会选择比较谨慎 那么就可以让这个游戏会更加的枯燥 所以基于这个游戏娱乐性的考虑 大多数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选择了顺子比三条大的规则 对啊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你那个flop天生顺 然后对方三条 那你就zoin day 没得完 对对 就特别的无聊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扑克游戏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不只是概率可玩性 还要考虑到非常多的方面 以及游戏的发展性 那我们的王军王大哥有74个前注 295万的筹码 目前排名第四 拥有全周12%的球马 那我们的Jason Quinn 他是PartyPoker的前约牌手同时 传奇扑克的前约牌手 对 非常的厉害 你会想要猜一下谁是冠军吗 猜冠军吗 嗯 嗯 在我看来 我觉得 我觉得最短马的Jam Jowanda是有可能的 我比较看好他 我 我 比较 我还是比较看好Jetson Kuhn 我觉得他打得非常的好 跟全方面 可是我比较希望的是 Richard Young拿冠军 哈哈哈哈 为他的儿子报仇是吗 对对对 对可以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我们场上的这位玩家Richard Young 刚刚淘汰的第七名 Waikin Young 是他的亲生儿子 所以说可以说 这场比赛进入前圈的是 有一对 父子 父子共富沙场 对 那可以看到他的儿子 在对抗他的时候 当有强力手牌的时候 张杨会对他做一些 Squiz挤压加注 一点都不手软 对 这是一个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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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的王军 王大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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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八万 我看到场上有很多的熟面孔 在这两天的赛事中 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 国际一线的一些大牌 也同时来参加了这些比赛 包括中国玩家比较熟悉的 独王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 但是据称他会 他也会过来 对他会过来参加200万港币买入的主赛事 我也好想要参加 对 我们主播能不能服务 我打个5% 你可以去参加用自己的钱啊 冒名 我知道你很有钱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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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误会啊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来到一个 Family Port 从UTG开始每一位玩家都选择Limp 这个赔率已经是非常的好 他在后手只剩下89万的情况下 拿到了一手钩石杂色 那这里是一定是会选择做一个all-in 11.5个抵注 对 这个赔率对他来说已经是太好太好了 那我觉得王军会reserve all-in 多少钱 90多 对这个赔率对他来说已经是太好太好了 那我们的reqmove有有他也是有个十这桶花 对 他也有可能会跟着一起跟住 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看到的是 他的击中十钩已经是被人捏掉了两张 而他的顺子脚在对手A圈和99的手里也捏掉三张 所以其实这个A圈的胜率应该是挺高的 对 哦他选择盖掉 因为他的位置有点差后面还有很多玩家 那这里这里的石钩同色是可以考虑跟住 而且是 而且是chip leader 啊他选择直接all-in 那这里的话大概率是一个chop底池 对 哇现在王军应该想说我怎么没有跟啊 对 这个位置很难散破 哎呦 我好长嘛 大家都需要chip leader 赢 因为赢了之后每个人就等于是每个人多一百万港币 对对对 那我就说了我刚刚比较看好我们短马的Dronjwanda 我是一个相信奇迹并且很喜欢看短马逆袭的玩家 这样子游戏会更精彩一点 你的EPT的黑扎和你就是被逆袭了 不要不要提 这时候应该就不想看到了对不对 对不要提了 输惨了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的眼非常坚硬 说是我在情报tv的直播间看到有弹幕说我们Richard Young的手表是被他藏在了秀馆里 对他们都是场上的玩家本身也是非常的有钱 所以还会来打这种超高额的买入的赛事 这场比赛的报名费就达到一百万港币整 对明天还有两百万港币的主赛 对 他的手表是一块Richard Miller 011 这是澳门特别版的相赚的Richard Miller 那我们觉得这边Paul Ford这边应该是要All-in了 一百六十万 对一百六十万拿到A圈同色这手牌是非常的优质了 二十个底柱四十个前柱对 二十个底柱四十个前柱正正好好 他可以这里直接选择All-in并期望对手拿到比赛小的牌去支付他 看一看侯之位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跟 对目前还没有看到 Jawanta十十应该也很难 他这手牌可以推出去但是不太好接对不太好接对手 而且位置人家又是蛮前面在推的 所以这实时应该 依我对他的了解 啊他选择了 我刚才说依我对他了解他会盖掉 还好还没讲出来就直接被打脸 我们来看Ace Queen跟Pocky Tens 突然看到我们的直播桌上后面突然出现了观众 这场对抗我看过结果是一个男的玩家赢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哦 Ace Queen 那还有两张十都不是自己的牌 他现在只想看到八六九小牌 我感觉很容易就发出AQ死了 对特别多啊这里有八张 哦那基本上是只剩下三张圈的奥茨 会不会有奇迹出现 合牌带来三张圈的奥茨 哦是一张高牌但是不是他想要的这张 对我们的Dwanda出局了 对看到Dwanda这里是一对十 哎呦我的嘴太毒了刚刚说我看好看 看有没有再试试看再加一个看会再呼吸 不要啦 这样待会场上选手知道是我预测的 到时候一个人过来砍我 对不要告诉Dwanda 我独懒了他 Dwanda是一个非常热情 并且和蔼可亲的扑克名人堂玩家 也算是沙场老将 对他是亚洲扑克的顶级势力 哦我们刚刚镜头带过去好像也看到两个 也是在欧洲常见的高额玩家 我记得好像是Liv Bory的男朋友 哦是吗 而且我昨天今天早上我也看到Liv Bory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明天都来参加200万的比赛 对因为这场比赛 在传奇扑克举办的超豪客系列是豪客赛非常的紧凑 那么大家都可以省很多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来一下子参加很多的豪客赛 由于全世界超高额的比赛不是很多 那么很多玩家有可能一年需要奔波好多个国家去参加 WXOP、EPT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奇扑克的赛事 哦现在这把有意思了 我们的王军有一个很不错的棋手牌 有一个X-King 那我们的Jason Quinn有一个Pocket Kings 那这里应该是面对一个家住应该是打光了 对而且他家住的也颇大 44万后手剩下240万只剩下30个前逐 你觉得Jason Quinn会不会直接在这边选择all in 还是三倍的 意义差不多 意义差不多 因为对手的后手只剩下240万 如果这边三倍的赛事其实也蛮尴尬的 选择all in 应该是我的call 选择 应该会选择跟住 对啊 他就已经想跟了 可是你看这AK对KK虽然被统治 可是还有43%的胜率 AK还是非常的大 对 AK还是很大 因为虽然被压脚 但是他无论如果是有一张A4 而且一旦他击中了A之后 对手KK是很难再击中另一张K 对是的 因为他手里已经拿到了一张K的情况下 或是翻牌开个10J或狗圈的话 其实还有很大机会再多4个奥斯 对 所以看翻牌的面了 翻牌面如果是过合的话 那么AK的赢面反而会更大 可以看到我们的AK对上KK 在短牌中依然是一个46开的局面 每一张发牌会为他带来3%的权益 好 开的这个对他没有额外的帮助 有两张牌没有过合 可是其实在转牌其实很有可能变多 对 因为但凡有一张过合 发勾圈 来吧 所以发个勾 发个 他有30%的平局概率 发个6 对 有10张 有很多COP 有30%的局有COP 对 就10张奥斯左右 好 COP